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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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底下谁都有资格逃走 可非多我不能 我想把过去遗憾的 做错的尽力挽回 张大人可相信 前世注定 在下更远相信 前世注 恭迎殿下 恭迎殿下 还与佛 归于故都 明镁 你究竟在怕什么 可明镜之中 总有一双无形的手 将一切 拨回云位 愁即报 愿即长 愿即长 到头来 你到底是谁 樊华帝 争斗场 已是荒唐 满强错误 证据确凿 现在你倒是说说 少的那张纸去哪儿了 娘娘莫及 现在定罪臣女为时尚早 臣女斗胆猜一猜张大人的用意 眼下可是要传方才去合查纸张的工人 入殿搜身 正是如此 要弄什么玄机 回圣上 何指数对不上 一有可能是江二姑娘 真的施舍其中 二有可能是核对的人有问题 说清楚些 方才是核对指数的工人 应该都被告知了微臣的意思 倘若这里面真的有暗海江姑娘之人 就算事前忘记了数目之事 定也会趁此机会偷盗纸张 藏匿余身 而那人又必须跟着众人回来复命 仓促间定无法销毁智障 还请身上下令将他们一一搜身 倘若排除众人嫌疑 方可言江二姑娘问题最大 张哲 原来你早有寂寞 故意隐瞒哀家愚弄哀家是吗 还请娘娘恕罪 张大人只是觉得 幕后之人 敢敢利用黄公公在娘娘眼皮底下 行栽赃陷害之事定有图谋 您怕打草惊蛇 是已不敢走漏风声 轩在殿门外 一一搜身 想不到张大人还有连环记 我还以为是为了杨姐姐的明捷考虑呢 是网友 不敢给你 你总结 waren 上手 最好 以后 因此 不敢生 他一直捂着自己的腰间 不是奴婢 不是奴婢的 不是奴婢啊 师父 这 圣上 太后娘娘 此人乃是杨纸斋伺候的公额娇人 奴婢 在他身上搜到了这已经用过的白鹿纸 你个小贱蹄子 说 从何处拿来这纸 回圣上 娘娘 这张纸上的字迹正是臣女所写 散来她方才只能协助 没机会碰飞用的纸 所以才悄悄从角落里 打了这张张工莫的 却也刚好证明了这纸 为臣女所用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圣上娘娘 是奴婢 精神洒扫房间时 发现这纸污损了一些 停止止归 又只将二姑娘舍米不会再用 并想偷偷留下来练一练字 心想这鞋满了再放回去 也是无人知晓的 谁知今天选出这般大事 奴婢实在是怕急了 所以刚才才不敢说得出来 既然你说你想要练字 那想必是识字的 不妨念念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素文张大人用随身携带公文的习惯 想必是刑部的公文 这上面写的是诗经里的尖家 你会读吗 尖家 这公文上又怎么会有诗呢 邓我作甚 若不是此时 在圣上与娘娘面前 我早就两巴掌扇在你脸上 好问问 是哪样的纯主子 养了你这样的废物 放肆 什么主子奴才的 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半毒 谁会处心积虑地加害于你 圣上 此事事关臣女清白 更关乎逆党一案 关乎朝廷设计 请圣上明察秋毫 审出幕后之人 为臣女主持公道 你先起来吧 是 不错 你既不识字 纸上只言你意不认的 便不可能是你独自作爱 说 背后究竟是何人指使于你 奴婢背后无人指使 奴婢是受了姜姑娘的磕代 又眼尖她三反四次的 谗言巧唆长公主 牺牲不愤 又听别宫传出黄公公率人查宫也是 便鬼迷心脚 生出了这些爱情 胡说八道 你到现在还贼心不死 王心意 现在就叫人 将她拖到宫门之外停障 打到她说实话没止 不 不要 发恩 母后 又何不妥 这个时辰 在宫门外搭搭杀杀的 你让六宫如何安心 本来查逆党之事就毫无头绪 这好不容易牵出线头 顺头摸瓜便是 你身体还抱恙 急什么 使儿臣疏忽 忘了母后病恙方好 一当静养 这样吧 便让王心意将人带到慎行司 人们清楚可好 好了 折腾了一夜 这天都快亮了 哀家也乏了 都回吧 有什么事改日再说 不 不 生长 娘娘 不要 我 这莫不是什么 太郎入庙 流年犯罪之日 可真是吓死我了 不过您姐姐也太厉害了 这进一步是死 退一步也是死 只得搏一搏了 不过昨夜喜脱冤屈 靠的都是刑部的大人 都是你平时不大会做人 不然谁能横到你头上 这样作弄你 要不是张大人 看在姚姐姐的面子上 也不会怪你 这些人 会说 可真是 应该是 在乎 不要 能干 在书 你 我 是 我不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那 你 我 让您受委屈了 圣上会下令严查此事 必定会还您一个公道 臣女多谢圣上体恤 不过公道什么的 就算圣上为难 臣女也总有办法自行讨回 张大人果然让人刮目相看 本以为左右都要得罪一方 想不到竟然峰回路转 破了这悬案 今日之事背后主使 只怕并非是进宫语如意志 此话怎讲 宫内之人已被清查数次 且不说是否人能顶风作案 就算真实逆当策划今日之事 那也没必要针对一名小小半都 此话有理 不过这位姜姑娘也不是普通人 大人此言何言 难得呀难得 张大人竟然也向陈某 打听起事情来了 张大人 二位大人 昨夜辛苦了 怎么了 昨夜若无陈章二位大人 我只怕已身手异处 大人当言谢 我去谢过 你们先回吧 哎 他这封病发到什么时候 那可是外称外难啊 他 二位大人留步 坐下 两人先回来 你 已经回来 现在 从前一点 你都会起来了 那后 没什么 这本事 我是 ách有 老舍 针 我 百姓 我的 神 胃 老船 若无大人仗义直言 选您不免要受刑罚 大人因我之故 还得罪了太后娘娘 我心中实在有愧 在此多谢大人了 姑娘言重了 皆是举手之劳分内之事 不必言谢 不是 不是分内之事 宫中险恶 机巧遍布 连陈大人 都不过是敷衍推诿 张大人却肯查明真相 还选您已清白 便告过这世间 失位素餐之辈良多了 您当得起选您知谢 下官不过是局外人罢了 倒是姜二姑娘身处局中 往后万当小心 那是自然 我还要在宫中 待上一段日子 我这个人啊 怕死得要命 岂能容他们 轻易害了我去 姜二姑娘有所防备便好 下官与内宫不好多留 就先告辞了 张大人 姜二姑娘 同姚小姐一起为长公主殿下半读 听闻曾为在下之事起过争执 姚小姐曾因退卿 想过诸多手段 不知真假 我知道了 多谢 可姚小姐如今 已经不这么想了 张大人应该也已经知道了 为何还要追问 退卿 什么 我会与姚家退卿 她要退卿 她不喜欢游戏 明儿 明儿 有这么好笑吗 先生 您怎么来了 我若是你 才遭人陷害 仅回一条命 万万是笑不出来的 您都知道了 闹得满功风雨 想不知道都难 还愣着做什么 现在还在玩游荡 邪命太长是不是 我 这不是去杨尺寨的路吗 文昭阁在那边 今日在泰安殿如何 看出来是谁想害你了吗 表面上是个叫娇蕊的小宫女 可我觉得此事没这么简单 太后在审我之时 大有要追究到底之事 却在审宫女时草草结束 着实奇怪 你不怀疑谁 我心中的确有个猜想 却觉得按此人的心思 不该是这般简单下作的手段 可纵观全局 此人有能力收买宫女 得知四军逆言的全貌 且能提前做好准备 绝非是在皇人里 查查恭敬时 她得知就能办到 她必定是提前 许久便已知晓 方可从容不迫 但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并非所有事情都需要证据 太后的反应 已经说明了许多 这倒是 太后虽然想借着 此事扯上燕家 但若要对付我 她犯不着如此 弯弯绕绕 只可能是那一个 她想绑下的人 既然你有了答案 准备如何应对 我并未做什么 亏对于别人的事 她既想害我 若不怀疑颜色 兴许她还觉得 我好难也好欺负 近日她既然敢让我不爽快 那往后 我必定叫她坐卧不定 寝食难安才是 孤勇虽好 但若不能审视多事 便是愚钝 先别着急动手 想清楚再做才是 谢先生指点 对了 方才你这那做什么 学生蒙张大人查清内情方能脱险 事已追去面线 张哲 你同张哲认识 是何关系 没什么关系 我就是欣赏 欣赏 张大人素有清明 是真正的好官 也只有他 肯在我遇险时仗义相助 我欣赏他 感激他 你喜欢张哲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燕灵知道吗 我与燕灵只是朋友之情 所以与张哲是男女之情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若是燕灵 便扒了你的皮 抄了你这一身烦苦 就当你是往日 便听闻张哲亲你 暗生清暮 今日一朝见了钟情 但也未必 不是你的一厢情愿 你倒喜欢他 他却未必 能高攀上你 你才高攀 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才故意说张哲一句 你就急得跳脚 三言两语 便暴露自己的弱点 是你宁儿觉得 我谢威是个善蕾 足以信任的 还是你觉得世人皆善 对谁都不设法 我若是你 喜欢谁就永远藏在心底 既不宣之于口 也不叫旁人知晓 今日你得亏遇着是我 暂不会对你怎样 倘若他人你遇着他人 想对付你 拿捏你 首先从张哲下手 借使你且看看 害人害己四个字 到底怎么行 先生 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不是说顺道给伴侦上课吗 高价了 你去查一查张哲 不就是个刑部小例吗 有什么可查的呀 属下这就去 跪下 昨夜我见到那宫女 是随你一起去过御花园的 哀家这才知道 这事是你做的 你好大的胆子 都骗到哀家这来了 姑母恕罪 一切都是姝儿的错 还请姑母保重奉铁 那个江雪宁 除了有几分颜色之外 出身平平 教养粗笔 牙尖嘴利 你是咱们薛家的嫡女 你怎么会对上 那么一个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姑母有所不知 江雪宁得公主殿下 亲眼不算 还诱得林次王殿下 对她心有所属 姝儿是担心殿下 受其蒙骗 才想借由此事 将她赶出宫去 借儿 怎么可能呢 姝儿亲眼所见 岂能有假 那你为何后来又替她说话呀 哀家不是教过你吗 斩草 要除根 昨夜那张大人 已经瞧出了案情关键 姝儿见此事不成 既怕被顺藤摸瓜 查到姑母身上 又怕被林次王殿下知道 坏了姑母 帮助薛家的成算 这才想掩人耳目 以待来日的 起来吧 既然一计不成 是不能打草惊蛇 姜雪宁 张哲 还有那个燕家 全都来坏哀家的事 来日方长 只要在这宫中 哀家自会有办法 殿下 真的够了 我穿不了这么多 笨蛋 宁宁 这不是给你穿的 这是给你做脸面的 昨夜你受了陷害 就说明有人没把我的话 放在眼里 还以为你是个没依没靠的 来 我说了会在宫里照顾你 那就绝对不能任由人家欺负 这些先给你押下精 苏少仪 在 你派人去慎刑寺盯着 只要那超丫头招出背后的人 本宫主要第一时间知道 是 是 你 你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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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去重新了旁人 你可别吃醋 那我就只能像那些娘娘们一样 一哭二闹 你的公主不得安宁 殿下 这手帕好像王兄也有一条 你们俩该不会是 殿下想什么呢 这手帕普通得很 坊间随处可买 也是啊 不过殿下怎么知道 林字王也有一条 就是半读换座位那一日 我爬叔委屈追去解释 碰上了王兄偶然看到他 这前年也没听说过王兄 喜欢哪个姑娘呀 我问他 他又不说 所以薛姑娘也看到那条手帕了 嗯 所以我也没有再多问 他阿淑心里不痛快 毕竟 我强强告诉你啊 我好真有心 做和阿淑和王兄呢 所以昨夜的事就是因此而起 不胜了这番因果 更能确定背后之人就是薛叔了 你我才会尽管 我不看他 你也不看他 你也不看他 他也不看他 你这番因事 看他这些人 侯爷 听闻你们去追刺客 何有收获 擒风没用 无功而返 刺客狡诈 本究难请 不必过于自责 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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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上市刚缓 怎么出来了 无妨 侯爷 侯爷 您还是快进去吧 要不然世子知道了 严厉孝顺 先前非要亲自去替我煎药 你去帮帮他 我与谢少师说说话 是 侯爷 侯爷 晚辈不敢当 救命之恩 如何不敢当 当年初见少师之时 便是 便觉得莫名亲近 后来 你成了燕林的先生 对他 多有招呼 燕林也对你赞不绝口 我想着 这或许 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吧 但少师昨夜 所以 任独上性命 忙如此大些 又是为何 只因是燕林的先生吗 侯爷 您是大前故宫 国之注释 本不该被小人暗算 谢牟利有所及 理应帮忙 侯爷 这外面风凉 要不先回房休息吧 昨夜生死之间徘徊 不知怎的 梦里仿佛看见了许多往事 想起了这一生的征战 想起燕林早逝的母亲 也想起了张琪 还有丁妃那孩子 这株丹桂树 是我长姐出嫁前几年种下的 种了快十年时 那孩子就会变成了 也到了最顽皮捣乱的年纪 我还记得有一次 他不知从哪里 搬了张梯子来 干什么呢 还不快下来 娘亲和爹的又吵架了 几日都没消了 娘亲他最喜欢桂花香 我想摘一些拿给他 让他开心开心 胡扯 我看啊 就是你小子又疲痒了 你娘跟你爹上个月 都吵了六次架 上次你偷糖的时候吵了 上上次你偷我酒的时候 也吵了 还有那次 舅舅 你熟度兵法 我骗谁也不敢骗您啊 你怎么能疑心我呢 行了 男子汉大丈夫 动不动哭鼻子 像什么样 你真想要 我摘给你便是 谢谢舅舅 快去 你干什么 臭小子 让我抓住你 非罢了你的皮 舅舅 你没事吧 放心 还没死 这一次 我就不告诉你娘了 下次如果你再干 你试一试 我可就来真的了 谢谢舅舅 调皮 丁妃誓死的事 晚辈游苏尔文 侯爷 亲爱 那么小的孩子 连京城都没出过 那个冬天 又是那么的冷 也不知道宫里面 点没点灯 生没生活 夜里 会不会有人替他盖被子 多很心肠的人 才会舍得将他退出去 诶 侯爷 当年我张姐 始终不愿相信那孩子 葬身于平南王叛乱中 寒痛忍辱 多方找寻 只可惜天下之大 药无阴心 所有人都觉得 不过是为人母者 不愿相信孩子去了罢了 他若是上天有眼 发了慈悲 还叫这孩子 活在世间 不知他该长成什么模样 kör实现受 群现干 你的病 帮他 出国 群生 孤独 亏 佇祝 假如那孩子真的活着 还在试着 为何不早早出来与亲人相认 或许 才有他的故众 好 好 该是历尽解剖 该是琢磨成器 封信 谢先生 清风说您跑出来吹风 这怎么行呢 赶紧回屋把药喝了去 这小子 如今都知识起我来了 我那是关心您 不过话说回来 要不是谢先生劝阻 我早就杀去薛家了 谢少师说得不错 薛远不会坐以待毙 该销毁的证据 怕事已经都没了 眼下我们无法执政 还需要步步谨慎 侯爷 现在天气渐凉 还是先回房间把药喝了吧 谢某没事 就先告辞了 谢少师 谢少师 这株桂树 虽然多年没开花 但我相信 它还没死 若有一日 单轨重开 我请谢少师来关 好 父亲味谢少师了吗 他为何要这般大酒 我总觉得他对我们燕家 不宜喷 这些年 薛家如何卑劣行事 明眼人都看得清 谢少师乃高义之人 不过是以善心而为 你只需要感谢 我要多想 是 回国公 燕母从通州大营带回来的人 已经除掉 咱们的人手 也将城外的教场 转移到了隐秘之处 这私兵之事 已经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 如果不是本宫反应及时的话 这件事情 早都已经捅到太后和圣上那里去了 故公息怒 一二 昨夜 我让你带着星五位在城中 以搜捕逆党之名 阻挠燕家求医 可为何到今日 燕家也没有传出什么消息啊 父亲 那老头子常年行军 哪有那么容易死 咱们这一次让他病上一生 吃出骨头总是好的 你看到吗 连找生伤靠状都不敢 定是怕了他 国公不必太过担心 咱们已抢先将刺杀的事 安于逆当头上 便是燕家再要追究 任谁都揪不出咱们的错处 话是如此不做 但是燕幕那老家伙 竟是如此就算了吗 想起来 总是有些古怪 爷儿 你昨夜在城中 就没有发现什么反常之事吗 反常呢 都有一种 昨日入夜后 城中本无人走动 可听新武卫说 却在成心燕家附近的医馆外 遇到了谢少使 谢威 先是一拳行步 接着便是曹运生思之事 然后又是汉林院的人手 现在连新武卫封城 捉拿逆当 也有他的插 自然到底是何目的 是何居心呢 父亲 他不过就是个读书人 领的都是些闲产 咱们把人请过来问上一问 不就都清楚了吗 国公 小人以为 公子说得在理 谢少使深得圣上信任 可却并无实权 虽有所忌惮 但也不用地方太过 咱们若能想法子结交此人 与国公成事 百利而无一害 说下去 结交拉拢 无非就是投其所好 或者雪中送炭 咱们一来可以留意 谢少使的喜好 而来静待时机 等一个他危难之际 再出手相助 便自然可将此人 收入囊中 时机从来都不是等来的 而是创造出来的 圣上如此宠心他 就是因为 他从来不争权 但若是圣上 也对他起疑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下课 恭送先生 说起来好几日 都没见到谢少使了 是啊 他怎么连课都不教 这几位新夫子讲得虽好 可比起谢少使啊 还是差了点 对了 娘娘 谢少使不是让你去 文昭阁学琴吗 你可有见过他 嗯 我倒是听我父亲说过 这谢少使啊 魏寒 每逢冬日都是要闭门不出的 兴许是这个原因 明日你们就要出宫匈牧了 又有几天见不到 不如我们去御花园煮茶吃果子 在玩上办人如何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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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凭殿下安排 谢清 你就不知道让朕一局吗 圣上偏爱与臣对弈 不就是因为 臣从来不对您虚语为疑吗 若圣上只是为了赢 大可换个人陪您 你呀 朕听说 姚尚书看中了那张哲为虚 还不惜亲自上门提亲 可那张哲倒好 这几日正闹着要退婚呢 姚尚书是连连给刑部找茬啊 姚大人爱女心切 人之常情 多谢圣上 但臣修道 只要是入了东藏世界 便不识甜蜜 你说说你 清心寡欲 这整日除了佛经就是道书的 一把年纪了 连家也不成一个 成什么样子啊 陈父母早逝 族中亦是人丁稀薄 既务长被催促 也就了无此心 你 courtesy 可能 可能 也是怕有姚大人 撒了点麻烦吧 朕想不到 谢卿也学会开玩笑了呀 方先生你给我 夫妻伯娘 他们还在那边呢 你们两个别乱跑 见过圣上 先生 来 你怎么办 見過聖聖 先生 還以為是天冷生病 原來有功夫喝茶 卻沒功夫上課 朕聽舅父說 前幾日 夜裏你想要進宮 還碰上了 搜捕逆擋的心無味 是 陳前幾日 江琴拉在了宮中 本想連夜回來取的 結果路上 昨末曲子忘了時間 等天明了才進來 謝卿愛琴如此 果真是個琴癡啊 蛹 江姑娘 正寶 你怎麼來了 江姑娘 泰安殿裡嫁禍你的那個姑女死了 圣上要借你 死了 他们这是想堵住我的口 稀释宁人啊 果然是好手段 此事本该是王公公 来通知姑娘的 但我担心你不知其中厉害 所以斗胆前来 海景姑娘 一定要听我几句 什么意思 自那夜案发之后 太后娘娘 频频在圣上面前提起姑娘 言说姑娘言语犯上 不好相遇 可圣上却认为 此事本就有愧于姑娘 是以命慎行司追查至极 那夜生死危局 我为了求生 少不了得罪太后 太后这样对我也不意外 你放心 我知道此事该如何应对 不会贸然冒犯圣上的 说到那夜 圣上来的突然 是你去请来的吗 多谢 姑娘与我就不必客气了 对了 姜姑娘 还有一桩事 也要告诉姑娘 近几日 定国公常常来御书房 言语间似有离间谢少师 和圣上之意 谢威 薛家 竟是注意到他了吗 你起来吧 是 朕本答应要给你一个交代 只是此人畏罪自杀 这案子也只能不了了之 不过慎行司那边 前几日倒是审出了些东西 这个宫女应该是平南王 安插在宫中的乱党无疑 乱党 怎么 你有何意义 回圣上话 臣女只是没想到 杨子在身边竟然会有乱党 还好此人已经死了 不然臣女怕是要寝室难安了 你这是在宫中 区区一个乱党 有何可怕的 多亏圣上波荣 为臣女主持公当 不然臣女一介弱女子 就要遭了他们的算计 这危急自身不说 沾上乱党 还有连累家人 这可多不好 江尚书在前朝 也算是为社稷 为朝廷 鞠躬尽瘁 江二姑娘在此事上 也是颇受了一番委屈 这样吧 明日我让王新义 亲去一趟内务府 卓人为江二姑娘 拨下赏赐 算作宽位 臣女谢圣上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用一段黑夜 一瞬烟火 借一半清醒梦给我 早知名声 早知名声 不对错 轻声勿赢过 却不知那一天 雪落 你来过 用几分舍的来交换另一半值得 以为放手是回忆最好的选择 借我一缕风去追逐切不开的梦 却飘散在雪落时刻 爱尽力 爱尽力